團結防疫 守住基隆 團結防疫 守住基隆 目前許多居家隔離跟基層診所 還是有龐大的防疫物資需求 因此立法委員蔡世英 協同了大日開發 基隆東岸商場 捐贈了100台的血氧機 給基隆市衛生局 來預防快樂缺氧的威脅 之後呢 首先要確認他有電 把電池裝進去之後 這邊裝的以這個機型來講的話 他是裝比較小顆的電池 那民眾在使用的話 如果是拿到我們這一台機器 記得看一下他的標示 這絕對是衛福部審定的機器 合格的機器才能夠使用 好那這樣機器之後 要開始使用之後 麻煩手指頭 我們的五根手指頭 除了大拇指之外 原則上都可以 對 那我們請委員這邊 對 用食指的部分 夾上去之後 再去按POWER的開關 然後他就會進行一個監測 那前面的第一個數值 就是代表血氧 後面RR就是代表 你現在的一個 就是心跳的部分 那像委員現在是99% 是很正常的血氧濃度 如果是在監測低於92的時候 請一定要跟我們衛生單位聯繫 因為92就是已經代表 必須要去醫院做一些處置了 那心跳部分 委員現在目前減70是正常的 對 那結束了之後 再去按一個POWER就可以關掉了 我相信 那捐這個的話 對你們有什麼幫助嗎 好 一般我剛剛提到 如果是血氧過低的時候 一般的民眾 他可能會想要打哈欠 會覺得體力上 好像沒有那麼有精神 可是也可能 民眾會誤認為 自己可能睡不好 或者是情緒緊張 影響到自己的睡眠 你無法去確認這樣子的一個徵兆 是屬於血氧過低 所以我們會希望如果今天是在居家隔離 或居家檢疫的民眾 當你拿到了這一台之後 麻煩你每天早晚 我們希望你自己都給自己去做一個測量 那這樣測量如果說就我剛剛提到的 它是低於92的時候 請務必一定要跟我們說 甚至年紀大的居家隔離者 也希望家屬能夠幫忙去協助這一塊 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 防疫旅館 或者是在居家檢疫這些人裡面 衛生局會發給大家 這樣的一個手指型的血氧機來做偵測 因為這些被匡立的名單裡面 事實上就當下 他是屬於輕症或無症狀 或者是陰性反應的人 可是在他檢疫的這段時間 可能是14天的時間裡面 有可能會陰轉陽 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他能夠做好時刻刻的自我檢查的話 當一旦發現自己血氧濃度下降的時候 可以離客的通知 我們的衛生福利相關單位 來做後續的調查了解 能夠即時的治療 就能夠避免不必要的意外發生 所以我覺得非常感謝很重要 那事實上我們也問過 市長跟衛生局局長 他們也表達說 符合規範的血氧機 目前對於地方政府來講 確實是個非常缺乏的一個物資 所以我們特別感謝我們的民間企業 能夠買到這樣的一個產品 然後特別捐贈給衛生局 來幫助我們需要幫助的人 另外也籌備了5000片的SN95口罩 給激用室醫師工會 來保護基層診所的第一線醫師人員 捐贈SN95的口罩 那麼有鑑於我們的疫苗要大量的施打 所以第一線都會到診所的人員 他們也需要比較充足的醫療資源 那麼在電視上我們全公司 每次看到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這樣子的辛苦 承受這樣龐大的壓力 那麼我副總經理代表我們全公司 再一次的90度鞠躬 向第一線的基層人員說謝謝 這個口罩雖然是微不足道 希望能夠讓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能有更多的這個支持 這次我非常感謝大日開發公司 來捐贈SN95的口罩給醫師工會 那這次為什麼沒有選擇大型的醫療院所 而是選擇捐給醫師工會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其實我們看到的另外一個 就是在診所的這個部分 在診所的部分 因為也是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診所的醫師護理人員等等 其實他也是非常需要這些相關的醫療物資 所以那時候我跟市長衛生局 有討論的結果 也跟我們醫師工會討論的結果之下 非常感謝大日公司 他們捐贈了5000個SN95的口罩 給基隆的基層醫療院所 由他們來替我們的人民 在守護健康的時候 他們本身也能夠非常的安全 那所以我們才這次特別選擇 捐給醫師工會 請醫師工會幫我們再轉給 我們全市的基層醫療診所 那也非常感謝這些診所的醫生們 為我們基隆市民健康守護的把關 這種醫療口罩 那事實上它的防護力 還是遠遠離N95 因為N95它就可以有良好的保護作用 不會讓這些飛沫 直接去在近距離接觸之下 會有很大的感染風險 那一般診所醫師 當他在診療病人的時候 事實上他跟病人距離是 會有因為直接的接觸的可能性 所以他更需要N95口罩的保護 那因應這個變種病毒的傳染 傳染力更高於以往的一個傳染力 那第一線醫護同仁說是在日常接觸中 我們的病患有可能是無症狀的 就是可能代言者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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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